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青云画廊的总监 非常优秀的李怡周 他也是年轻一代的画廊主人 李怡周你好 当务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想从一个地方谈起 上次我在看一个拍卖展的时候 有遇到李怡周 那时候他就陪我去看那个画 那我们那时候就得到了一个 我们发现呢 后来能够卖得很高价的话 都不是你想象中 那些就是基础很深厚的油画 而是现代艺术 对不对 你可不可以先谈一下 现代艺术的现在是蓬勃到什么样的地步 针对因为我们上去看的这个展览的场域 它是所谓的拍卖会 那拍卖会它是属于二级市场 那二级市场它一定会有一个 二级市场是指 二级市场是指 就是不是直接从艺术家 然后交给画廊卖给厂家 是有厂家卖出来的 厂家直接卖出来的 OK 当然也有部分的厂家 厂家它其实偷偷是画廊老板 那私下的一个运作 懂了 所以一级市场是画廊直接卖出来的 它跟二级市场 就是二手市场 它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二手市场它现在是流行的 市面上有很多的 比如说是比较潮流艺术的 或比较萌细艺术的 它的确有每个时代有一种流行 是是是 那针对每个时代的游行 它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代 所以说它还是未定论的 所以为什么拍卖会上有时候会有很高很高的价钱炒上去 但是隔一个月涨了15倍 那再隔三个月它跌了30倍 这种事情是屡线不线的 这有点像NFT有没有 对 就是可能第二个礼拜 就光论NFT 不是NFT的贬值 就是它的素质就少了七成 就炒作者没有成功 于是就把它售出 是不是 没错 对 因为拍卖会它的定价的 它价钱产生的模式 跟我们一级市场产生的模式 待会也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可是人家也有成功的 我有看过美国有一个就是 有一篇文章 他在写一种像气球艺术 但是做成金属 也许是贵宾狗 我们就不要太直言是哪个画家 后来他们去查 他第一次登上拍卖会 就卖了上亿美金 事实上就是收藏的人 他可能跟某个拍卖会的 就也是那些元老人士 他拿出来卖 然后有人接盘 就创造了一个价值 对不对 对 事实上拍卖公司 其实它是一个集体公开 透明的一个买卖过程 它跟画廊的这种成交 私人性 一对一性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拍卖公司的 拍卖成交金额 会被全世界各大 艺术的数据库收入起来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作价的 那它也会成为一个锚定效应 可以作为一个 价格的一个定价方式 所以也就是说 你万一手上有那个作品 他炒高了 你也先别高兴 要看看这是真正的高 还是被炒的高 那这两点怎么样去分辨 刚入门的人很难吧 刚入门的人确实很难 所以我认为 刚进入到艺术的市场 他如果想要了解 艺术市场真实的模样 他不能只看拍卖公司 他也要看画廊 同时他也要看 全台湾或全世界 各大的重要美术馆 他们现在展出的 作品的一个走向 那针对市场的部分 一级跟二级其实是相当不同的 那很多人会好奇 艺术品的价格 它是胡乱定的 还是它会有一个模式 其实在我的书中 我也提到 所以我帮你打一下 叫画廊主带你进入艺术圈 鉴赏从业创作和收藏 我看竹竹写了40万字吧 对对对 快接近 我总共写了35万字 然后分成两本 那其实我认为 价格产生的方式有两种 一个叫做供需价格法 也就像是拍卖会的这种 它是站在经济学上 然后有市场模型 然后主导的权力 是市场端决定的 你一定是学气管的 对不对 对我是气管硕士 那它这样的 供需价格法 它交易的依据就是行情 所以它会有波动的 那通常一个艺术家 他其实到了晚期 进入到二级市场 很自然的 二手有人流通买卖 他才会有产生这些 用供需 就是说有多少作品 释出到市场被处分掉的 有多少人要买 而产生它的价格 我可不可以这样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比如说啦 清云画廊以前是阳三郎 对不对 对 还有假设你有陈陈波 那他们后来的这些供需 恐怕是真的比较确定 而非炒作的供需 因为数量已经少了 而它已经被肯定了 可以这么说吗 是大部分情况是这样 没错 因为他们现在也比较不会是炒作的焦点 那他们的很多的 并不是说他没有价值 炒作要有很多东西 后面还要有东西可以炒 是是是 就是当然如果有几个主力筹码 或他们就很像股市 就是说艺术市场 它也有基本面 技术面跟筹码面 那有一些大厂家 他可能已经收了一大批 那他再来拍卖会上去广告价钱 这就是一种方式 那刚刚讲的供需价格法以外 我也要介绍一下一级市场 就是我们画廊或经纪人 代理艺术家的时候 它叫做比较定价法 也就是说 你艺术家看到自己创作的资历 过去的学经历 然后你创作的类别形态 然后跟市场上其他的艺术家做比较 用比较的方式去定价的 所以它是相对的 然后它也比较稳定 因为艺术家定一个市场价格 卖不掉它就卖不掉 是 他不会说 今天市场热销 不能假装卖掉吗 自己到了最后自己贴些小红点 然后可以厚补 这确实这个在市场的现象 当然简直很聪明 就是很多画廊也会这样 那为什么要造势吗 或者他希望他的面子挂得住 然后造成一个抢购风潮 可是这不是长久之际 因为你贴完了之后 你就不能卖了 那这是一种作死的一种做法 所以你不建议就对了 我不建议 那比较定价法它是稳定的 就是一个定价定在那边 那如果画廊它要给长家折扣 那就是画廊自己去吸收 它是属于一级市场的 就通常比较定价法就是说 比如说你这个画家的画 一财是不是 对就水墨是财 油画是耗 耗 然后比如说是五千块 或一万块 五万块 对 所以它其实是在台湾是很棒的 它是用面积去查表换算 得到的一个行情 也就是说 你小张的画作是比较便宜的 大张的画作是比较贵的 你会比较好去衡量 那刘百算不算 刘百也算 这个就是很多拿了张大千的画的人的疑问 当时我们做鉴定节目的时候 但是他说刘百虽然算 但要看是什么样刘百 如果只是简单几笔 是应酬之作的话 你就不能跟人家很专心在画的 同样一个作者 不能跟那个比 对不对 对 其实在实物面来说 我们也会遇到 如果作品刘百比较多 或比较没那么精彩的 有时候长家会借故跟你砍价 当然我们会秉持着 就是艺术家创作精神的 因为刘百这件事情 它也是作品的一部分 那有些长家就会 就是耶语的说法说 这张画作它的公色比很高 好的 我们等一下再来进行 来对绘画世界有个了解 慢慢的再来了解 AI的人工智能 现在其实已经推展到一个 如果你不是画家 只要你有一些美术概念 你可以很快的生成图 那么这是2023年的趋势 请李宜舟来用他的气管眼光 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今天我们请到青云画廊的总监 他是李宜舟 是年轻一代的画廊主 而且他是学气管的 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 什么是艺术圈 那未来何去何从 还有现在的流行 他有一本书叫画廊主 带你进入艺术圈 这个到底要去哪里买 请你Google吧 各大通路都有 伯克莱 金石堂 对对 因为现在 整品 有了Google之后 不管你那个书啊 就是 摆在架上的真的很难找 大家现在都是用Google的 好 那 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 就是画的计价方式 当然 其实如果你把画 脱离艺术家之后 都就当成商品 他大概也就是跟商品市场 有很多你们画廊里面 行案来的人熟知的方法 那谈到了这一次的 我觉得我这次 我说真的 我就是去看罗福奥 我觉得有个东西好可爱 我看到那两美智的门 我心里在想 怎么一个门台来买 后来在想说 他很可能就是这个门 本来出现在他开过的咖啡厅 或者是帮朋友画的 什么厕所的门 有没有 结果整个拿来卖 你知道那个算财的话 了不起 算号的话 因为它是整个门 对不对 它没有边框 好像一个都卖了几百万元 是不是 所以你知道要交画家朋友 以后看谁去我家 我说厕所你帮我画一下 门话团队 听说那两美智本人不太高兴 是是是 因为艺术家创作初衷的时候 跟后来他被市场上这样去做的 做法 他有些时候会违反他创作的初衷 所以甚至很多艺术家会说 你们要这样搞 也等我死掉再来搞吧 就像布鲁克林区的巴斯奇亚 他在街边涂鸦 草流艺术 涂鸦很多 墙壁也被人家挖下来 对 就整个卡墙壁 你知道像这个日本房地产 我陆月有研究 我有个朋友 他买了一个在什么大元三千院 鸟不生蛋之处老贵族的房子 其实只花了 那么一大块地方 就花了两千万日元 其实没几百万 然后他看了一圈就买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日本的画都画在壁橱上面 太棒了 那其中一幅可能就是什么 国方啊 北斋啊 所以他根本不要的不是那块地 他要那个壁橱啊 把整片拿起来 你知道那个几号吗 而且每一幅都是 所以我突然发现说 原来房地产跟画的关系绝对不单纯 是是是 其实我觉得 刚刚聊到AI艺术嘛 那就我所知啊 就艺术这个门类跟科技这个门类 通常懂科技的不懂艺术 懂艺术的不懂科技 所以他交界处的知识厚度 就显得模糊又单薄 那我曾经有想过AI这个议题 那如果说AI的作品 如果你只论它的装饰性 或者是商业交易这件事情 那好 它就是艺术品 只不过我如果要回答说 AI作品到底算不算是艺术品 这件事情 我可能会倾向是哲学式的回答 因为艺术它的成分里头 有科学也有哲学 比如说科学来说 一件写实绘画 它里头有构图嘛 构图学 透视学 明暗法 体感 质感 量感 还有色彩学 比例 透视 所有的这一切 它都是很科学的 这种在线的 那如果今天是一个抽象绘画 它可能里头就有很多 是所谓这种精神层面 灵魂层面的 所以我觉得AI到底是不是艺术 我就一直产生一个疑问 所以有一天我就做了一件事 我就直接打开电脑 然后问那个Chat GPT 我就直接问AI 你这个很怪 你问人工智能关于人工智能的事情 以子之毛公子之盾 我想说我就用逻辑的方式来做一个实证好了 然后AI我就问他说AI有没有灵魂啊 他就跟我说AI没有灵魂 而且他说我也没有自由意识 那我开始思考 就是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那他说我没有灵魂也没有自由意识 我只不过是一串的这个程式码去编写的 他很诚实啊 是我觉得他非常诚实 那当然如果另外一个议题 只有人类会不诚实 是是 另外一个议题我要怀疑说 AI你会不会骗我啊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一直在想说 AI可以做什么这些事情 比如说AI他会煮饭嘛 他会搬运 如果他结合了机器人 他会搬运 然后写作编曲 他会雕刻绘画 跳舞唱歌 演戏 照顾小孩 那会模仿人类 超越人类的所有一切 那其实我们就是在做一个假设 就是说AI会不会变成人 那我们以后会不会被AI统治 或者AI会不会取代人类 这是另外一个议题 但是我们可能有些人会担忧 我想这个我也看过很多的论文啊 因为他也还是在人类世界 搜寻固定的data 以存在啊 你要让他自己发展出个脑 那就是他取代上帝的工作 目前大概就是只有上帝的工作不能取代 所以宗教界的人士请你放心 因为AI他是有big data大数据 他有深度学习 然后有类神经网络的这种运算模式 所以AI艺术他很多的东西都是从人类文化跟文明里头诞生的这些东西 作为他的一个来源 那其实我觉得要探讨AI是不是艺术 你必须要套探 就是人的定义 还有艺术品的定义 你这个已经把我们节目推向哲学 这个是 进阶了 是 了不起 其实到了当代艺术之后 艺术这件事情 他就渐渐的向哲学靠拢了 我跟你讲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比较世俗的一点 那我问你蔡国强的爆破艺术 他不是用画的 对不对 他是火药在画的 那我想请问你 那他算是艺术吗 他当然算是艺术 对对对 而且在国际上拍卖价格 听说有一次蔡国强的话 真的卖了上亿在某个拍卖会 是我的某个朋友拿出去的 然后大家都知道是谁 但不能说来 当然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说蔡国强他那样的作品 你乍看是平面绘画 但他其实是观念艺术 蔡国强他在东京 你知道他养了200个助理 工作室 一个顶级的世界级的艺术家 他有上百个助理 为什么 因为他一张画可能几十公尺 然后画完了这些火药之后 他盖木板之后 他需要很多人一起完成 你不能说 这不是你一个人做的就不算 所以我们现在的艺术 视野很偏狭 春上龙的助理也很多 也很多啊 那全世界顶尖的这种 这种艺术家 很多助理的 他们属于叫做计划型的创作者 所以他们其实是基于艺术家 他有很多的观念 跟很多的想法 他为了要实现他 艺术上面的理念 所以他会产生了很多 不同类别的作品 所以那两百个人的工作之一 是点完火之后 要去那边铺火啊 你要知道这个很危险 你不能说那不是艺术 那是生命的艺术 那是生命的艺术 没错没错 那人的关系世界 其实有很多种 比如说有物理世界 数位的世界 宗教的世界 精神心理 或艺术的世界 其实就回应了 但如姐刚刚讲的 在宗教领域来说 AI它是触及不了的 那其实呢 我觉得自古而今 人类的历史发展 就产生了两个东西 很重要 一个叫做文明 一个叫做文化 那文明它是用发明出来的 那文化呢 它是做创作 它是创造出来的 所以从我们以前 有很多门类 比如说神话 宗教 哲学 科学 艺术这些 那有些它可能是用 逻辑思维去思考 或推理的 那有些像科学一样的 它是用实验实证的 那有些它像宗教一样 它是用意识感受的 所以如果今天 AI的探讨 它是用科学的范畴 那AI的作品 它就会成为是AI艺术 它是艺术品 因为AI 它在科学的探讨里头 科学的范畴 不会去探讨到灵魂哲学 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跟艺术的创作 还有接受 就是鉴赏 接受美学 还有这种 人跟人的关系 是有关系的 好 我等一下再把这个 大家也许 就是有的人 这个脑袋里面 要听这个推理 比较困难 我们等一下 请李宜舟把结论 在下一段告诉大家 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好 所以也就是说 那AI在这个画廊来看 它是不是艺术呢 AI在画廊来看 它可能是可以被交易的 然后并且我们在这一段时间 它是也许它的市场 是渐渐增强的 对 但是谁下的指令 我觉得是有差的 假设今天下指令的人 是春上龙 对不对 是草菅迷生呢 是不是 那就跟你下指令 虽然都是AI做的 可是价格是不一样的 不是那个画 好不好看的问题吧 是是是 就是当然AI 它要做出形式感 做出很漂亮的话 是很强的 甚至它可以超越人类 这就好像AI的智商 可以超越人类一样 那如果是说买卖 或者是说鉴赏这件事情 AI做出来的作品 是很漂亮 而且如果它有 可被交易的价值 它就是形成一个市场 那它跟所谓艺术内 所谓这种本质上 或者学术上的探讨 其实是有点脱钩的 是 对 那其实我到时代走到现在 我会开始回顾 其实这样的事件 就是说AI冲击到艺术圈这个世界 不是第一次 其实以前1839年照相机发明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说绘画已始 对 就是其实这些守惠者 就因为他们早期是写石派 写石派是把照相机当成敌人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 就觉得你们这么容易啊 就啪嗨一声 其实那时候也不容易 那时候可能大家要僵住笑容 至少要僵住个十分钟 非常可怕 那个时候很多人觉得说 我们创作绘画就是为了再现这个世界啊 那基本上科技照相机发明 那我们都我们回去当油漆工好了 我们还在画写石 但也是因为这个时间点 艺术上的定义跟哲识重新翻转 后来影响了印象派 我不要只换这么粗浅很像的表象 而且我走出户外 又有这个金属颜料条 很方便让我攜带 我们开始看到笔触里头的灵魂 然后我们对于人类的眼睛 跟照相机的这个快门 是不一样这一点 我们产生的色彩学 你讲的真好 也就是当敌人出现之后 反而呈现他的优点 是是是 就像时代这么快速 工具这么多 我真的是这么久 发现你是个哲学家 是 继续来 时代过得这么快 我们现在很多东西 都被工具或科技取代了 那你有没有觉得 这几年 手的温度 职人精神 这种属于精神性 或者是很本质 人类的这种功能的东西 被放大了 反而就是 如果今天很多东西都是 CNC或机械手背做出来的 你反而没那么喜欢 是就是 你又没有觉得 就反而显示出 就是在开始 有所谓的电汇之后 其实手绘的价值 完全没有被取代 但是就是高明 任何东西都有高明 与不高明问题 但是说真的 我最近看那些拍卖会 有的时候也 与高明与不高明 用艺术家的这个 专业认定没有关系 因为有些画 看起来真的很像孩子画的 街头涂鸭我还能接受 有的真的就是 我该怎么说呢 可是这个也已经让 艺术学院的老师很难做人 因为他们教学生说 你逼这个 写实功力要坚强啊 可是学生就会 就用电脑给你弄一弄 就说 这个比较贵啊 现在这个很流行啊 教授是你事故不花 对不对 其实因为我常常跟这些学校教授 有在交流 他们现在确实是蛮头疼的 对 因为学校里头教的很多是扎根 学院派的 他是很本质 慢慢循序渐进的 可是他会举反证啊 他会说 现在的这个艺术创作 要能卖钱 我才可以生存 那艺术产业才会形成一个产业嘛 如果他没有经济效益的话 他不会形成产业啊 那你叫我们学生何去何从 所以现在的老师们 他们在教育这些同学们 其实也产生很大的困难啊 对 但是现在比较这个 其实现在正在 就是想要反AI的 老实说真的不是守惠者 守惠者在千百年啊 已经经历太多考验了 没错没错 就很知道他们的优点在哪里 对不对 也只能产生那一幅啊 而且现在守惠者甚至说 也版画也成为潮流嘛 比如说一幅守惠 对不对 像草菅 一幅守惠 现在价格已经昂贵到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然后他可以印个 一百张或者是三百张的复制品 对不对 而且每一张的价值都很可观 是啊是啊 草菅民生有的版画 一张贵到六十万八十万 台币都有啊 对 那当然就是很多人会探讨 AI创作出来这件作品 会说 那基于审美的需求啦 AI他到底有没有情感 就是说他们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就是说 AI我确认他有智商 他会思考 但是他会思考这件事情 跟自由意识有没有相同 以上帝的角度来看 连上帝都不会干涉人的自由意识 是 而且人是不是真有自由意识 这是另外一个哲学命题 这是哲学 我们以为我们 既然你要讲哲学 我们就讲哲学好了 是是是 我们以为我们有 可是其实你的自由 是你自以为是的自由 不要讲到这里 讲到这里 哇 无限命题就展开 我们就变成苏格拉蒂了 是 当然其实太厉害了 那其实 以前法国哲学家杜夫海纳 曾经讲过情感鲜艳的观点 是 就是说 我们会有情感 或比如说 我们有同理心这件事情 是我们后天学习 还是先天就有 那你如果今天是 去问一个 或测验一个 那种犯罪心理学的罪犯 他可能天生 他就没有同理心了 他可能还真的天生就没有 那是因为他生病了 那 AI他有情感 他会做梦 他有潜意识吗 如果他有情感 那他的情感到底是 出场设定 还是他先天的 因为AI他就是一段程式码嘛 所以他跟人之间 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而且基于 比如说买画这件事情 以前艺术市场上 有一个 实验 他其实就是盲测实验 是 就好像我们喝红酒 喝咖啡的时候 先不跟你讲 他是哪里来的 给你好几张 比如说十张摆在前面 找各大学者专家来评定 说哪一个作品好 哪个作品不好 然后其中有一些是 AI创作出来的 你能不能判断出来 哇 这些专家还真的判断不出来 对 你是说 就手绘很容易被判断 对不对 但是AI不管加上什么技术 现在也有立体的 或者是什么 其实就算他抢就不会被判断 但跟电汇之间 因为界限很低 对不对 对 当然 就是说电汇之间界限很低 因为他都是 所以有人拿到第一名 那AI就画得到第一名 是是是是 那手绘的现在可能还 就是说物质世界这种材料的 就电汇它是档案嘛 那物质世界的材料 它可能是用油画 没彩的 摸得到 看得到的 但是它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 但你刚刚讲的手绘的 其实艺术界有另外一个问题 主要大陆有个什么村 油画村 在学达文西的话 然后比如说他们很厉害是 一半就是那个弄眼睛 有的人画眉毛 每个人都把它学到很精细 就好像那个供应链这样 是 流水式生产 流水式生产拼起来 然后也是供给这个欧美的厂家 那我看到的一评就是说 其实这些东西会被消灭的是这个 因为目前的技术已经不需要 对 就是说粉底也是假的吗 对不对 绝对就是这一块 那现在呢 也可以做到立体的油画材料 直接上去 画的一模一样 对 所以那我们在思考 是不是 你自己的造型能力 还有你的本领 是否可以开创AI所不能才是最重要 好我们请这个有多年从业经验 从他们家爸爸开始 两代青云画廊非常的有名 这个李宜舟来谈一谈 目前的艺术趋势 来请继续你的哲学话题 好 意识的趋势 像比如说我们在美术史上的发展 比如说1839年相机发明之后 我们不再只追求写实了 后来呢 又有世界大战 我们又往人的精神层面 内心去想了 因为那时候佛洛伊德也发展了 就是心理学嘛 发现了潜意识 那后来呢 也有到有一个度像 他出生之后 他做了很多现成物 所以开启了后现代 所以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艺术的定义 它是不断的被改变的 那这就好像哲学 我们追求真理 但我们到达不了 但我们可以越接近 所以 以AI诞生之后 他也开始在做创作之后 我们势必是在艺术上面 会产生一些转变 那如果大家想讲说 那我们还是回到 我们的现实层面好了 它会不会是一个经济产物 它绝对会是一个经济产物 但是大部分的市场会基于 我把你当成一个工具 也就是说 以前没有灯箱或投影机的时候 艺术家要自己去画线稿 慢慢去构图 但是以前五代有这个灯箱 他用蜡烛投影 然后在布上面 然后去构图 那现在的很多写实艺术家 他是用投影机去构图 也就是说他拍照之后 投影在画布上面去描稿 那有的人不能接受啊 因为这个是一个 每个人接受范围不同嘛 那如果今天你要谈的是一个观念艺术 你透过AI去生成一些东西 那你还是经过筛选的啊 如果它可以符合你想要的 或你有把关的 这件事情它就是观念输出 只是说以前你是用助手 做观念的输出 你透过助手用手工作嘛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 这跟谁去下那个指令 是有不同的 如果当现在毕卡索还活着 如果他下指令呢 你会不会去买 是是是 我应该会哦 花蓝会不会想代理 我会啊 就算印了一千张 对 你也是会吧 这就是这个问题啊 或者我们可以就是 找一个灵媒来把 比卡索的灵魂抓回来 放到一个AI里头 这不是不可怜耶 因为他的那个怎么样 就算他晚年那些立体派 他要怎么样去构图 其实算得出来 对不对 比如说什么亚为农的女人 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这样讲又有点哲学了 就是如果 原来艺术跟哲学 果然是一样的 是是是 没错 因为时代走到这边呢 你在用科学的方式去谈艺术 你很多东西脱离范畴 你谈不了 你无法解释 那当然这个跟命题方式有关啦 那如果今天 所有的人类啊 都渐渐在社会中 我们相信AI有灵魂这件事情 一来AI他就真的有灵魂喔 是 那这个行为听起来有点像宗教 是 是是是 那其实我是这样认为啦 就是AI艺术 他势必会冲击到一些市场区块 但我自己本身比较不担心 因为我接触的课程 他们买卖艺术品的动机是不一样 其实我有归纳出 购买艺术品的动机啦 我认为大概有21种 那我随便举例 譬如说美学欣赏 我想要有一件拥有的艺术品 我可以欣赏它 那比如说有的是空间美化 那当然有一些是食物考量 他要资产配置嘛 那资产配置他就要看 我今天买人化的会增值 还是我买AI化的会增值嘛 那有的是 譬如说附庸峰里啊 确实啊 哇现在好像大家都流行 买AI创作出来的作品 我不买我就落伍了耶 所以这是未来 未来谁也不能够确定 就好像之前 比如说你说春上龙吧 他的版画虽然真的印了 他是改个颜色还另印300张嘛 但是他还是很昂贵啊 可是你要看到这个气管的这个新闻 就是刚开始大家也不能接受 说你是这电脑硬的嘛 对不对 而且真的改个颜色 总共可能就可以做个10款 每款各300张 可是还是炙手可热 那大家怀疑久了之后 就觉得说已经接受 因为他是一个第一个把艺术 等于就是当成商品化的那个人 然后很多人在学他嘛 对 就好像当初普普艺术 Andy Warhol 他把商业也视为一种艺术的素材 那么旁边渡有一个马桶 你知道吗 小便斗嘛 对小便斗 就是度相的 对度相的 那你说请问这个 这个到底 这个所有权 是要归给坐马桶的那个人 还是把他变成艺术的那个人 大家明显都认为 这还是度相的艺术 就是第二个去复制这个小便斗的 就显得他不是艺术 以这种现成物 他这种叫做现成物艺术 他其实就是度相 他是美术史上很伟大 他开启后现代的人 这也是一种装置艺术 权力并不属于马桶 其实很多人会探讨说 哇这个艺术家完全没有手作 艺术家跟你说 艺术并非手工艺 所以纯艺术 它跟工艺美术又不一样 所以如果从艺术并非手工艺而言 你去抵抗AI艺术 其实是没有用的 就有些人他就是可以用他的指令 比如说假设说某一国 川普好了 他自己下指令去做AI绘图 你会不会买 如果只卖一千张 如果有这个历史上的意义 我可能会买 对你看看 NFT当初也是这样 第一张NFT 他有历史价值 大家都在怀疑NFT 刚开始的时候要 可是事实上NFT显然走在 就是更前面的地方 他这个连虚拟的都被接受了 他连挂都不能挂 是是是他一个档案 你而且他这件事情 他是我只是有这个东西 这个档案的拥有权 别人还可以偷 好像也称不上偷 人家可以放在自己的桌面 人家都可以观看 所以他并非是NFT这件事情 他其实是所有权这件事情 那当然就是说 如果是AI艺术 那又有分成是 有一天AI他自己在网络的世界 自己生成了一个 那这是另当别论 但是现在的很多的AI艺术 他其实也是符合人的指令去做 是的 尽管你只是简单的描述 就每个人下的指令不一样 有的人还真的下的真难看 但是有些人就是可以让他 我看到他们已经在做 比如说做贴纸 做招牌 做brand的 就是那种品牌的mark 对不对 其实几乎都在用这些了 甚至现在好像很多偷懒的学生 他要写报告 他有用AI 因为教授分不太出来 分不出来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来谈一谈 其实我觉得否认 任何时代都没有用 就假设ChatGPT 他可以写的文章比我们好 他自己出了书 我觉得作家抗议 也一点用处都没有吧 但我们能够做的比较好的 就是说 因为AI他没有办法 就是自动来像人脑一样 创造某种创意 他一切都要从data的资料库 来搜寻排比 跟这个整顿 那你是不是可以用它 或你会不会控制它 你会不会下指令 显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 对不对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青云画廊的总监李宜舟 那青云画廊有从早期的杨三郎 还有台湾画家的画 一直到现在的 他们现在目前的 像王仁杰 之前也是他们所经手 其实王仁杰是我的老师 他画抽象画我画我的 然后后来还有非常杰出的詹玉凡 也得到很多人的收藏 我想知道 我看你刚刚的结束 就是说AI一定会被接触 但是你应该有一个结论 叫做首绘的画家 因为他有那种不能被取代的创意 他应该更有价值 只要他能够突出他的特色 就是识别度高一点 然后被这个市场肯定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艺术 在我们的圈子里头 我们都讲说他是属人的艺术 就是说我们看一件作品 我们会去投射自我情感 我们去想象这个艺术家 他的人生可能经历了什么 然后真实的呈现在作品上 这是一个创作的脉络 所以我们才会感动 那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灵光 就是班牙明以前在讲 影像灵光消失的年代 照相机发明之后 他会觉得说 原本手作的这个东西 比较有灵光 那照相机或复制 这件事情诞生之后 他少了手作 或他可以一直被复制的时候 他是不是灵光就消失了 那还有一个东西呢 我认为是人性 就是说人的情感 或人会犯错这件事情 是一个人性 那AI它程式码 它的运算是一致的 它的精度跟准度是一致的 它也许它会有随机 但是它可能随机也是先预设的 用乱数表或其他方式生成 那第二个AI会犯错 是因为类似一种 garbage in garbage out 你输入的资料里头 有错误的data 那当然出来的东西 就是错误的嘛 所以它基本上 它还是在模仿人类社会 就是说它用人类的产物 去模拟 然后企图让你去影响 那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东西 它可能冲击到各行各业 那未来它可能 时代军事会有一个反向 我们可能会认为 更传统的东西是更珍贵的 那这件事情呢 不是看表象的 而是在深层的意义价值上 是不同的 是 那所以呢 你可不可以讲通俗一点 得到的结论是什么 我觉得 AI艺术 它其实是一个 人类进化的一个过程 那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可能很害怕AI 那先不论说它会不会统治我们 取代我们 这个我们已经对电脑的基层了解 你真的不用多虑 至少在我们活着的时候 是是是 以后我不知道啦 那如果说就是说它能不能改善我们的生活 它可能是很好的 因为我们很多艺术家 它的创作需要出来的时候 它是透过 它就像用电脑嘛 以前没有Google的时候 大家也没办法想象 现在有Google这么方便啦 对 你不知道我们以前没有Google的时候 论文是有多难写 为了查一个资料 翻遍所有古迹 是是是 嗯 好 那么 重要的就是说 很多东西是你的朋友 不是你的敌人 那像台大医院前不久也说 他们也用这个AI来解决 这个后诊的拥赛的问题 因为AI可以早一步判定 不需要用那么多宝贵的医生 也还有护理人员的人力 那还有一个问题 也是我最近去看画廊的时候的感觉 我看到一个还在念大学的 就小朋友出来开画廊 其实做的也还不错啦 但是我后来传给李宜舟 我就说哇 为什么一个大学毕业的人 画廊定价是怎么回事 他不是画廊 他是艺术展 比如说 李宜说很可能 上次我买了一个雕塑叫做 对不起我买了什么 自己都不知道 这个木制品 对 他是日本的很有名的美术系教授 对 多么美大的 好大的一个东西 也许才 就是 画廊 画廊一定有他的利润 10万左右 对 标售才10万 那可是你看现在很多人就一出来他也没有知名度 他可能一个就卖同样大小 他卖30万 那你怎么看呢 对 因为你给我买那一件前天中医教授的 他一件10万 然后他可能有五六十公分大 然后也是用很好的章目去做的 他60多岁了 他是多摩美术大学 日本三大美术院校的退休教授 他的图纸图书那么多 那你给我看的那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小年轻人 那他才26岁 在学生 在学生才大学 然后他十几公分 他就卖五六万 对 那如果用那个的话一定30万吧 有一样的 因为他们还是用尺寸算 所以我怎么说呢 虽然就是说 也许他的爸妈淑博是我的朋友 我真的卖不下去了 怎么办 好所以这也不好说啦 也就是艺术品 说不定他以后跟毕卡索一样成功 艺术品本身有他的价格 可是现在大部分就 假设你是写实基底很厚 出来的一号大概是 通常是从3000开始 对不对 如果是油画的话 如果是大学刚毕业的话 其实从大概1800 到2000就有一号开始了 是那通常那个一般你觉得 看的出这个大小 是20号的 也蛮大的 对不对 对对对 20号的话那就是三万块左右 嗯 对 那但是老实说艺术品的可爱 就是你高兴订什么价格 你说他无价之宝也可以啊 也可以对 好那李宜周的书 如果大家对于艺术哲学 很想要了解的话 那就可以看一下 搜寻一下他的书 画廊主带你进入艺术圈 进入艺术下词 还有 这是 有点 我